冲 命功 冲 流财 都是个转机点 只是日月同工或者日月对工 你的钱财滚动非常厉害 钱都拨下去了 你怎么办 赚钱的机会 事先前一两年就要准备好 你要赚什么钱 赚什么钱 看星 每一颗星都有代表你要赚钱的方向 叫做从事的职业 断行业 做对行业赚大钱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上课精华 这一个上课精华是要告诉我们的学者 给自己在每个十年都要能够创造 发现自己在这个十年 能够花财的机会是什么 还有在每个十年里面 你有两年掌握这个花财的切记 当你这个十年的花财切记掌握住了 你下个大线就可以持续的延伸 当然 我们的影片最重要的是要 让看我们影片的学者找到赚钱的机会 一定要把我们的上课精华 还有完整版 以及所有公开的影片的公式记熟 而这个公式一定要应用在你个人的环境之中 接着我们来告诉各位 公式怎么看 我们用这一张命盘的案例 对应公式来看 它在十年中怎么样花财 怎么样投资 怎么样让钱变得更大 第一个 找出你这一张命盘的大线的财博宫 好来 这张命盘的大线是34到43岁 走田宅位在城 这个是他的大线 大线的财博宫在哪里 记住 是逆属五 一二三四五 看到没 大财在这里 大财是贾干 连针画路跑到哪里 在庚申位 也就是在他的脊恶宫 转 所以路转记 转到哪里 转到癸害了夫妻宫的天童 因为庚甘 天童画记的冲宫 冲 冲宫冲在哪里 冲在丁寺 然后从冲宫找到你的流年 所以流财的顺俗五 一二三四五 34岁的这一年 就是你花财的大大的机会 你先掌握 你在哪一年会花财 你就要准备 譬如说你发现34岁的流年 会花财 或者转投资 他们可以赚大钱 你在这里要 你不是说让我等 我等34岁就要花财了 你等死好了 当然在前三年 你就好好准备了 这位命主 当年是我访问的对象 他非常的打拼 其实就可以油漆店 他本身就是油漆工 油漆工的领班 后来他们就开了油漆工厂 那我在访问他的时候 实际上在32岁的时候 他很想将来自己有油漆工厂 所以那时候是在他32岁 我说你34岁有花财的机会 他说我这些弟兄都是 我们一起打拼五六年 他们其中有一个人 比较家里比较有钱的 最后他们决定投资自动化工厂 当时是不得了了 我说拼一把吧 后来隔年他就已经筹好 从美国买进自动化生产设备 在34岁 就在这个时候奠定机会 后来转投资的钱赚了很多钱 这就是机会 好 虽然他从这里开始赚钱 充公嘛 一直赚赚赚赚赚到哪里 34 35 36 37 到了38岁 有一次我们在夜市碰面 他已经是开那种 那个时候没有进口车啊 那个时候最大的车叫乳龙啊 很大只啊 这样 腰掰 结果呢 他过来跟我打招呼 我说这边赚大钱喔 他说那当然是 未来要怎样怎样怎样 我掐死一帅 我就跟他讲说 你37岁就要做准备了 38岁 应该要收小规模 不能再投资了 他说怎么可能啊 老师 那钱都拨下去了 你怎么不太贪 来我们看他38岁 现在讲的是财博 财博的气势位是什么 命功 所以冲 命功冲 留财 都是个转机点 只是转好 或者转坏 来喔 我们看到38岁 38岁 一样是贾干 大财 第二条公事了 太阳化季 进入余丑位太阳化季 季转季 为什么转季 表示你走到那一年的时候 你的财务状况会出问题啦 你的麻烦会卡死在哪里 所以他的贾干 太阳化季 转季 太阳自化季 自化季就有状况囉 好来 接着我们告诉各位 自化季是在什么情况之下 引爆点会比冲工还厉害 他自化季 他躺在这里等你 等你什么时候 时间启动 38岁 当他走进来的时候 启动一定有迹象 这位命组的迹象就是 太阳 转动的钱财 因为他投资 非常好赚 他到处投资 赚钱 收钱 赚钱 收钱 日月同工 或者日月对工 你的钱财滚动非常厉害 所以要特别小心 太阳又代表什么 财博主 一化季 自化季会把你的钱 一直转出去 跟印钞机一样 印给别人花 硬把你的钱 钱滚光 后来他这五年 都在跑路 又投资又失败 又投资又失败 所以从这里失败 如果不知道捡点 立马煞住的话 你看 从这里走 38 39 40 41 42岁 看到没 42在这里 就是这个大县的最后一年 跨大县的最后一年最恐怖 如果是坏的会延伸 如果不知道宗旨下个大县会继续拜 他42岁 他42岁 看哦 42岁在丁收 流年在这里有42岁 12345 这里是流财 流财 自化季 自化季形成充功 因为被事件启动 自化季如果被事件启动会自充 他42岁准备大翻身 就把父母的 给兄弟姐妹的 一起就把卖掉 卖到又转投资 跨入43岁 这个大县以后 情况如何